Hello,大家好,我是Libby 非常荣幸今年能够参与李宽仁的竞选团队中的其中一员 能够当一个Volunteer,我也是很荣幸 李宽仁我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律师 过去作为检察官在佛罗里达 他帮助过很多的困难的一些家庭 比如说尤其是儿童的很多的这种 Family Abuse的这种Kiss 然后他建了很多的这种苦难的家庭 也帮助过很多个家庭 所以他可以说是从美国社会的基层走出来的 李宽仁随着他的grandparents四岁到了美国 那么到了美国之后 在他身上当然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故事 因为他长了一个华人的面孔 那么作为他来说 从成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的事情 那么他总是在想 华人在美国社会当中怎样能破过这个stereotype 那么他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在想说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但是他想说他的观点也很直接 他说其实华人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其实华人很优秀的这个团体 但是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障碍 但是他发现不少人在面对障碍的时候 他总是会绕行走道 他不会去破除障碍 不去面对 但是他想我们不想去惹是生非 或者我们不想去把事情搞大 我们就不要发生最好 我们叫tolerant 可是他发现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障碍依然存在 你这一代不会碰到 你的下一代 下下代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他觉得要从他现在这个发生开始 要告诉大家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破过这个东西 要突破这样的一个障碍 对于我来说我听了我特别感动 因为他很勇敢 我也很希望也很期待吧 他能够为我们Rockfield是真正的建立一个 华人和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从社会的建设 还是教育方面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能够给我们搭起这个 夯实的桥梁的作用 这是我们大家期待的 也是我支持他的主要的原因